如果说是如果说是我可以见过的人对吧 家人们也觉得我对对那个人啊 有有有什么有什么事情 那么就出现 我们来对质 对不对家人们 有什么事情我们来对质 咱们出事情光明雷多 我做的不好我就做的不好 我该该给人家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家人们 他他无非就就图图图什么吗 对不对 他做一个事情 别人给阿子打电话 无非就什么吗 他目的很明确吗 他就是肯定有目的吗 要么就是别人安排的 要么就是对不对 我说有没有道理家人们 他要什么直接说 做事情光明磊落 是不是家人们 我跟阿子说 我们上一次也约定好了 也是在这儿我们约定好 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扛 对不对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 想跟你一起扛 所以今天跟你说这些的 我跟你讲阿子 你现在这个事情 你就简简单单很好处理 你让他出来 你问他 你让我让他出来 我怎么让他出来 老板 他想要我怎么让他出来 或者说你就问他 他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人家是你老婆 人家都说你老婆 你老婆 家人们 这更搞笑了 我老婆 我老婆 你小三 你是小三 我老婆不敢出面 打个电话 偷偷摸摸 有这个道理吗 家人们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老婆 我老婆偷偷摸摸的 不敢出现 有这种可能吗 是不是家人们 什么叫做这心虚 这就是体现的 凌凌尽致了 对不对 哪位 你们看到过 哪个老婆 我不敢出面的 对不对 算了老板 算了算了 不说了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不说这些了 不说这些了 还敢说我老婆 我的天啊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你也没有想过去查他是谁吗 你说来说去 老是说 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我都不是查不查的问题 我先 首先我先说这个事情就不符合逻辑 你觉得不符合就不符合吗 算了 就不符合逻辑 我老婆不敢当面出来对峙 家人们 对你来说好笑 但是对我来说是什么感觉 你知道吗 家人们 咱们有老公的 你们老公出轨了 你们不把他的腿给打断 还敢偷偷摸摸的 合你吗 家人们 如果你们老公 我说的比喻不大恰当 你们的老公敢出轨 你不得把腿打断 把家里面砸得稀巴辣 好吧 我下班了 我要走了 我下班了 下什么班 我走了 你去哪里 我回去了 你不 我回去 咱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你不要 你不是说这些事情很烦吗 那还说这些干嘛 我们有事情 我们把它说清楚 对不对 你不要走 就当做我乱说吧 就刚才你说的一样 就我说的很实在 对不对 我说的是很实在的 我乱搞 我乱说 不是你乱说 我说需要 我感觉我干啥啥都不对 你不要想着走 好不好 我不应该把这些说出来 我应该放到我心里面的 真的 家人们说 如果说 我的老公出轨了 腿都在打断 还打电话 打人了 直接 是不是家人们 不说了 不要说这些了 说来说去 不思议 我们在乐三家们 现在在酒庄上面 敢冒充我老婆心里整大呀 家人们 敢冒充我老婆 这心多大呀 我 我怎么说也不对的 我感觉 我在为什么 这冒充我的老婆 你说你冒充我女朋友 我还能理解 你冒充我老婆 这事就不那么回事了 你看吧 这些都说 我迟早都会失去你 挺对的 你好好相信我 你怎么会失去 老板现在说的话 我刚说的这些话 到老板这里的时候 啥也不是 老板觉得 我就像乱说的一样 凡人 前段时间有人卖电话卡呀 真的是 家人们 你们提醒我了 前段时间有人卖电话卡 坏人正多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你好好的 咱们好好聊天 咱们把这些事说开 你回去 你又想不通 回头你又觉得 我应该不跟你打电话 我来分析 如果是我前女友 如果她觉得我亏欠她 她直接出现 让我补贴 或者说我补偿 让我干什么 咱们可以当面聊 是不是我欠她 咱们当着所有人面 我们都可以当着所有人面 说是我觉得我亏欠她 那你说 咱们讲道理 没必要 搞得偷偷摸摸 如果是我老婆 这更不可能 不符合逻辑 你们的老公赶出轨 你们把腿打断 把脸给她挖 卡烂 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跟阿子都在一起 工作三个月了 三个多 四个月了 三四个月了 对不对 家人们 这不成心捣乱吗 刚才我坐在这里 就一分钟的时间 老板阿子说了一句 老板在我旁边 啪 挂了 然后 然后直接就关机 前段时间又有人说 在卖什么电话卡 人心坏 人心坏了 是很麻烦的事情 家人们 就人不能 人的心不能坏了 人心坏了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你看稍微有点情商 有点智商的家人们 就知道 一看就是捣鬼的 因为我确实没有情商 也没有智商 我头脑 你要你要简简单单 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老四 我真的也 我不该 我不知道相亲谁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 互相信任 对 我感觉到你这里了 就你说的对 别人说了 我就觉得别人说的对 这样子 我真的 我这人就是个傻子 对 要互相信任 因为我一听这个事情 完全就完全属于什么 那你信任我 刚刚有人给我打电话了吗 我相信有人给你打电话 你就告诉他 一出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说 我在这里乱说呢 你说可能是我的老婆 你为什么在那 你记来 你就说 阿子 你不能为 你为什么要乱说 我这样子呢 你在直播间 怎么给家人们说的 有可能我 我怎么怎么样 有可能我怎么怎么样 那我肯定叫你不要乱说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一点一点的 但是我没有乱说呀 我说的是实话呀 有人到导鬼 你要明白是有人在导鬼 知道吧 这样吗 反正我 没事不说了吧 不说这个事了 其实我觉得 我不应该把这些话说出来 我应该放在心里面吧 我老是差不多就老是说出来 你拿过来 我来 我来给家人们说两句 没有 我来说家人说一句 我就回去了 我就下班了 你 你 打扰你的工作 你刚刚 你不要 你刚刚应该再忙吧 应该再忙吧 我打电话给你 真的不好意思 老板 我跟你说 你不要去讲 我老师这样不懂事 给你打电话 那我跟家人们讲 没事 家人们小事情 我一会下播以后 我跟阿子好好说说 家人们不要担心 好不好 家人们 相信我跟阿子的 咱们打个相信 来 相信我们的 打个相信好不好 家人们 相信我跟阿子的 打个相信 你们还不了解我 我差点把我房间号 都发给家人们了 我家里的家庭住址 都发给家人们了 我这个人真真实实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 没有什么事情 在黑暗底下 我们什么事情 都可以拿出来说 相信我的家人们 打一波相信 我看看有多少人相信我 有什么事情 我们光明正大的说 做事情 光明正大 做人 光明正大 是不是家人们 有什么事情 上一时我妹 我跟阿子说了 有什么事情 你让他处来 对不对 不要再 背后 做事情 就首先 这种做事风格 他就不是跟我一类人 知道吧 就背后搞小动作 就不跟我 不是一类人 对不对 家人们 来 相信的 打个相信 背后里面 打电话 打骚扰电话 你们谁觉得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我喜欢吗 背后里面 打骚扰电话的人吗 那我肯定不想 不喜欢这样的人吗 什么样的人 才跟这样的人为伍 我没有怪阿子 就是我跟他说 其实 对不对 家人们 没事 我下来跟阿子好好说说 对你容易上当 没事没事 我们好好的啊 家人们 放心 家人们 放心 没事的 因为这种漏洞摆出 哪怕他知道我 脖子上有个字 又能证明什么 他说我头上 我这头上哪有字 家人们 又讲说你头后面 那你头后面全是有字呀 这里就是有一个字呀 他怎么会知道你头后面 我在问他说 他说跟我一起去深圳 那他把机票拿出来 或者说他认为是我买的机票 是吧 我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 你问问他 下次问问他 我是坐的飞机还是高铁 我现在没有人 拿自己出来都太幼稚了 都可以删掉的 这些都 我自己的购票记录 记录都可以 我这个删掉 删不掉了 我有 我有坐飞机航班的航线图 删不掉了 航线图里面跟着你 人会上去吗 只有你自己的呀 那我自己在买的这个发票 我有啊 说是家人们 哎呀 家人们啥也不说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 有些人是真不想让我们好过呀 有些人是真不想 真不想让我们好过呀 家人们 那他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呢 我也纳闷了 他怎么会知道你的电话号码 家人们 谁会知道 什么样的人是坏人 什么样的人会知道 阿子的电话号码 我这个事情 我这个人 我不笨的 家人们 你们支持我 我不笨的 我前女友人知道阿子的电话号码呀 那人家肯定好吓人吗 家人们 我前女友人知道阿子的电话号码 我现在网上等人上也还是挺多人认识我的 那肯定能知道的 就是我们每天开开心心的 什么事情都不重要 我觉得啊 阿子 你要相信我 我们每天开开心心的 比什么都重要 对 让小人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对不对 抱一下 来抱一下 家人们 抱一下 有什么事情 你不要笑嘛 对不对 来来来抱一下 抱一下 有什么事情 来来 给你一点拥抱 来 给你一点安全感 你看都不抱我 真的是 真的是 他也不抱我家人们 对吧 我们开心一点 行不行家人们 我都还生气着呢 我心里面确实得伤心 知道吗 开开心心的 我们开开心心的 比什么都重要 我相信你啊 老板 但是我刚刚这样听到 你不知道他骂我 骂的都惨了 你就骂他 你就是 你就把这里出来 你看我 看我男朋友不撕碎你 你 是不是家人们 你说 你说你又本事你出来 你看我男朋友 不骂死你 对不对 家人们 是不是 对不对 家人们 你就让他出来 就很好简单的 解决的一个事情 是不是 来抱一下 抱一下 抱一下 来抱一下 你看 你看 这不就行了吗 你笑呢 来抱一下 对不对 咱们好好的 那别人就无从下手 对不对 家人们 亲一口来亲一口 我看看那个人在不在直播间 要不亲一口 我我看他气死 有可能这个人就在直播间 有可能这个人就在直播间 来抱一下 你再不抱一下也行 告诉他看 我们没问题的 就是 来我们抱一下 看看他的阴谋没得逞 不是 我就是我没有 就是那个知道吗 老板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是 只是我这 就有人这样打电话给我了吗 我就是想问你而已 知道吗 不要觉得我不相信你 我都说了 我很相信你的 对不对 我不是我不是说 我一直都说我没相信老板 对不对 就是我我希望有这样子的人出现了 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为什么一直这样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一直这样子逼我 为什么这样一直这样说我难题的话 我到底欠他什么 对不对 你就跟他说 你想要什么 你说我我男朋友说了 你要什么 你出来 有事好商量 但是呢 老板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都没有问发生什么了 他直接说 不要乱说 我说你不要乱说 说很烦 没意思 对不对 老板 你是问你这样说了吧 那你一直在那 你一直说说说说说 说就没用 你知道吧 你越说的越多 别人就觉得你中计了 我没有说的多 我就是 怎么说呢 本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然后 听到这样的话 家人们想要八加一 家人们是不是有人想要八加一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直 勾一杯酒一夜 是让你找到钱 都要八加一 你少许你 他在这一天 就算我